又是家庭醫生 體醫生 其實對於柏金信證 我們都說了幾次 但我相信大家都不是很清晰 但不要緊 我跟你同在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現在醫學上對於柏金信證 我們都不敢說我們對他這個病症是十分清晰 所以今天我們再講 就找了中文大學的老神經科陳妍欣醫生 來跟我們講解一下柏金信證 我們這次主要會講在治療上比較多 其實很多人家庭醫生都會遇到病人 就是我們診斷他是柏金信證 或者他已經在患柏柏金信證 來看其他的病症 一般上我自己的感覺 就是他們很多時候有兩個極端 第一就覺得柏金信證的醫治很簡單 我缺乏一件事補充就可以了 但另一個極端是很負面的 其實都沒有得醫的了 搞這麼多都沒有什麼希望 實際上現在的治療的定位 或者整體上的治療的方案是怎樣做的呢 我想首先你剛才講的兩個極端 我們在醫院裡經常遇上的 每一次我的病人來看 或者他的家人來 我都會先解釋了 其實柏金信病 其實是腦部有一些多不安製造不了出來 以至到我們在日常生活 看到柏金信證 因為這些多不安不夠 他們就會有手震 僵硬 緩慢 或者走路不穩陣的 我都會和一些病人說 我會問他們一個問題 你覺得哪一件事 最影響你日常生活 有些病人會說 醫生 其實我不覺得我的柏金信病 影響我生活的 是我隔離那個人投訴 我手震 或者我隔離那個人投訴 我僵硬 緩慢 或者是活動慢了 所以很多 就是另一半就會投訴 實際上病人不覺得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會和病人說 如果你的柏金信徵狀 不影響你日常生活 我會建議先觀察 或者我們會開一些很低份量 很低份量的柏金信 譬如是多巴胺激動劑 去補充那些不足夠的多巴胺 來輕輕幫助他日常生活 去到這樣的 其實我有時都和病人講解 或者是去補充他 看完診所的時候 醫生你再說一次給我聽 這個治療很多病人都覺得是有少許特別的 因為我們習慣過 譬如膽固醇過高 我就快點吃些膽固醇藥去降低它 或者血壓高病 看全中醫我們快點吃些血壓藥降低它 但是在柏金信徵狀說到又缺乏 又好像又有些問題 那為什麼 或者再講解一次給讀者和病人聽 為什麼我們會採取一個觀察的態度 是和治療上面有沒有什麼特點有關呢 應該是和病人的特點有關 因為我亦都和病人解釋 其實腦退化我們阻止不了 就好像我們出白頭髮 年紀大就會出白頭髮 我們改變不了 問題是你覺得那些徵狀如何影響你日常生活 因為無論我今天開始吃藥 還是明年開始吃藥 病人都會繼續深下去 我們阻止不了病人繼續深下去 但是我們可以透過藥物去改善生活質素 所以我們的治療方案 就是如何透過藥物去改善生活 譬如有些病人說他的生活就是買菜煮飯 我就跟他說如果你今天慢一點 會不會影響你買菜煮飯 如果大部份時間都不會的 而我今天開了一隻藥給你 輕輕幫到你 但是有很多人吃完藥 會頭暈 會吐 可能會血壓低的 其實他們未必會想吃藥的 因為其實根本那隻藥 不是很改變他的生活 但是製造更加多副作用 有時候他們會不想吃藥的 所以我會先跟他解釋 究竟我們每一個病人都有不同的需要 如果他的生活只是一些簡單輕輕一點的 不需要大動作 操作重型機器 不需要駕駛 我都會問他 究竟他想改善在哪裏 但是如果我亦都有一些病人 真的駕駛貨櫃車的 可能他的工作是職業司機 譬如我有一個病人是的士司機 很可能他是真的靠他的活動去賺錢 他譬如踩迫力 他都要一個反應快一點的 我們都不想他因為有拍甘信徵狀 而失去這份工作 我們很可能會做一些 用多巴胺激動劑 或者用美多巴這些藥物 來大大地改善他的徵狀 希望他可以維持到大部分的日常生活 這就是我和我病人定立的治療方向 大家留意一下 帶著太太去看 為什麼說太太 其實男性患拍甘信證比較多 當然也有女性帶著先生去看 因為很多時候他們的投訴就是 他經常不吃藥 我叫他吃又不吃 一開始其實醫生 你一早就應該給他吃 這樣造成一些爭拗 其實大家聽到 專家資源就是要貼身訂造 問你自己有什麼需要 然後再決定 亦有不同的藥 是要醫治不同範疇的病徵上的情況 如果聽你說 現在主力來說 我們都是用藥物治療 就是口服的藥物治療 但是簡介一下 是有什麼種類 或者是怎樣用法的呢 這些藥物 首先我回應你男人和女人的比例 全世界白金遜病的男人和女人的比例 男人是1.5 女人是1 所以男性的確是多少少的 而藥物治療 比如我們會有一些叫做多巴胺激動劑 就是正如腦部不夠多巴胺 我們補充一些多巴胺給他 或者是美多巴 美多巴 其實當你吃了肚子之後 他都會走到腦部那裏 變成多巴胺 來補充腦裏面不足夠的多巴胺 藥物治療方向大概就是這兩個 但是有其他的外圍治療 譬如有一些藥 我們叫止疹藥 我們叫安坦 特別是用來主要幫助 那些病人只是手震 手震到完全日常生活 很多事情都做不到 我們會考慮用安坦來治療手震 也有些病人會和我說 走路不穩陣 走路不穩陣 這個帕金遜症狀 我們會透過多巴胺激動劑 和美多巴胺去幫他 最近我們會考慮新加金剛安 金剛安這藥物在傳統藥物上 以前是用來幫助輕微病精的病人 但到後來我們發現 當病人走路很不穩陣的時候 其實金剛安都會幫助走路平衡能力 而長遠有些病人 我不知道你們會否記得 有些病人吃了帕金遜藥 是會有周身動的問題 我們會說他有一些不由自主的動作問題 這個是帕金遜藥引起的藥物反應 那些病人是很特別的 你叫他吃藥 他會很想吃藥 因為他一不吃藥 他就會靜止了 完全動不了 但是當他弱起的時候 他就會周身動 而金剛安也是第二個藥物 可以幫助病人 因為食藥而引起的不由自主動作 這個副作用 所以治療方向就是 我們有手震的藥物 緩慢僵硬 我們會用多巴胺激動劑 或者是美多巴 行路不穩陣 或者是因為藥物而引起的不由自主動作的病人 我們會用金剛安去醫治 三大種類 大家不用記住 這些醫生記住就可以了 不過你知道其實會是 為什麼我吃的藥 和可能我去做運動的時候 隔壁伯伯吃的藥 是完全不同的 看同一個醫生 其實可能有個原因在 量身訂造 但是剛才提到 例如主流來說有兩種 有得選擇 通常病人都會有多事情想 究竟我們用那個 L-DOPA 我只知道那個英文 還有一個 Agonist 兩樣來講 需不需要病人去選擇 還是醫生幫他選擇 或者中間怎樣取捨 取捨是很困難的 對於很多不同的病人 他有不同的想法 有些病人 或者這樣說 其實你說的 Dopamine Agonist 就是我們和病人解釋的多巴胺激動劑 是的 L-DOPA 就是美多巴 美多巴可以是MEDOPA 或者CINEMAT 通常我會在一些年輕 60歲之前的病人 我會盡一切能力不開L-DOPA 因為年輕人 我們想他透過多巴胺激動劑 去改善他的病症 因為如果我們很早開始吃L-DOPA 他們會比較容易開始 早有這個藥物引起的副作用 包括這個不由自主動作 譬如50歲開始有這個帕金遜症狀 很可能到他60歲 他已經差不多用盡了帕金遜藥 到時候可能我們又要考慮做手術 所以我在60歲之前的病人 我會盡力先試多巴胺激動劑 再慢慢加多巴胺激動劑 再開始用L-DOPA 但是在60歲之後 其實我們都會看他的記性 因為有一些60歲或以後 開始病發的帕金遜病人 他們都會開始有些記性問題 又或者他們會特別容易 我們會說容易亂的 因為有一些60歲或者70歲 開始才有帕金遜症狀的病人 他們會已經夾集著一些 其他的腦退化症的問題在 如果我們給多巴胺激動劑 是會增加他們多些環角 甚至乎是會記性差一點的 所以我們除了看歲數 60歲之後 我們會考慮可能先開了這個L-DOPA 另外我們都其實很靠家人的 如果家人已經開始投訴 其實他的記性真的差一點 可能打電話給家人 撥電話的時候 已經很容易忘記了 多巴胺激動劑 很可能 我們未必會考慮多巴胺激動劑 因為其實如果他的腦 已經開始退化到 有一些記性問題 你再給多巴胺激動劑 其實我們會看到很多病人 特別很快會有記性 再額外的問題 或者是會有幻覺的 其實當中的考慮 其中一個因素 就是副作用的問題 沒錯 很多病人就會說 醫生你選一種 那麼大副作用的藥給我吃 又好像又有時限 又會引起其他問題 我想其實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我們的手頭 只有那麼多 我們對於病 也不是完全100分的了解 很明顯在治療上 也暫時沒有100分的治療方案做得到 但是以前來說 很多時傳統的醫治方法 都是L-DOPA 就是一招去搞定它 但是病人 譬如我們 假如用這個藥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需要留意 或者有什麼情況 需要聯絡醫生的呢 你先說多巴胺激動劑 其實開多巴胺激動劑之前 我已經會跟病人說 看看 screen一下它 看看它會不會其實有一些 我們叫做強迫症的 因為多巴胺激動劑 全球說的 100個人裡面 會有17個人 因為吃多巴胺激動劑 而引起有少少強迫症的 譬如有些病人 吃多了東西 會錄卡錄多了 洗錢洗多了 賭錢賭多了 這樣 如果是這樣 我通常在開多巴胺激動劑之前 我會先和病人 了解一下它的背景 如果它已經跟你說 我一向都跑開麻仔 我就會跟它說 我們可以開多巴胺激動劑給你 不過也很想你留意一下 你接下來吃完藥之後 會不會洗錢洗多了 賭錢賭多了 我們甚至乎是 要和它身邊的另一半解釋藥的 因為 也有一些男性 會因為吃多巴胺激動劑 而增加性行為 所以通常病人很少投訴這些問題 通常是它的另一半 來看我的醫院的時候 就會問 為什麼它好像要求多了 我們會很尷尬的 如果我們不早就提醒病人 或者病人的另一半 所以尤其是特別是年輕的男性 這些強迫症的情況 會比較明顯一些 通常我就會在開藥之前 解釋給它聽 會有這個可能性 吃完藥之後 每一次回來 我都會問它 最近會不會洗錢洗多了 賭錢賭多了 或者吃東西吃多了 甚至乎你下一次 見到它回來 它肥了很多 你就會問一下它 你是不是吃多了很多東西 你就會知道 很可能是多幫安激動劑 引起的輔助用 當然其實 我自己個人的觀察 中國人是少一些的 當外國人出很多論文 都說外國人是特別多 譬如賭錢他們是容易一些 去做賭場賭錢他們都容易一些 所以我也都 譬如我們不要針對男性會容易賭錢 我們講一下女性 如果你開多幫安激動劑 女性 我都見過很多人 會花多了錢 會滾爆卡 譬如 其實根本它不需要買四個手袋 它會突然之間滾爆卡 買了四個手袋 它通常病人不會投訴 它在家人陪它回來覆診的時候 就說它好像最近真的花了很多錢 這個就是我們特別 要在開藥之前解釋給病人聽 這個是其中一個可能的副作用 吃了藥之後 如果家人發現他有這些情況 或者是病人自己都覺得 自己好像有一些行為控制不了 花多了錢 或者是吃多了東西 他自己都控制不了 其實他可以早點找回我們 我們要向他解釋 很可能要減藥 或者是要用其他的柏金遜藥物去幫他 所以為什麼要看醫生 不是自己去看醫書 或者上網路看 去自己醫治自己 或者醫治你的伴隊 因為其實很多事情 是要下場去做 憑經驗 還有才知道 譬如哪些副作用 要留意什麼 有什麼細節要處理 有什麼方向要留意 譬如另外一種藥 要留意什麼副作用 或者食前有什麼檢查 你說Aldopa 即是美多巴 我們叫美多巴 當中有Cinnamate和Medopa 其實那種藥的副作用 是比較少的 的確 因為這種藥 其實真的發展了很多年 我們用了這麼多年 覺得它是很安全的 最擔心的就是 每一次我開藥之前 我都會解釋給一些病人聽 這種藥最擔心的副作用 就是你會覺得 有些人會覺得頭暈 會有些作嘔的情況 所以尤其是那種藥 我要解釋 我們都很堅持 因為那種藥本身 是透過胃的酸性吸收的 所以我就會跟他說 譬如你每一天吃早晚三餐 吃三餐之前 我們就會在吃餐之前的 30分鐘吃這一種藥 所以我就跟病人說 如果我們開一天三次 每次半粒給你 這三次的藥就是你早晚五 即早餐午餐晚餐前30分鐘 開始吃這種藥 然後等30分鐘左右 你就可以吃餐盡吃 但是通常有些病人 一開始吃就會見頭暈 作嘔 尤其是胸肚吃藥 他們就會覺得 醫生你開的藥 都是頭暈 吃了不舒服 還差 就是沒有吃藥 他們就會不想吃藥 這件事情 你就要先解釋給他們聽 首先那種藥真的需要胸肚吃 才吸收得好一點 第二就是有些人吃了 會有少少頭暈和作嘔 剛剛開始吃的時候 到他慢慢吃多一兩個星期 他會習慣了 腦子習慣了 那些副作用會少很多 譬如我有些病人也說 不是啊 我吃都覺得頭暈 其實他可以通知我們 早點通知我們 我們可以開指紋藥給他 就連同柏金遜藥一起吃 來減低這些副作用 希望一方面吃了藥 可以幫助柏金遜症狀 另一方面 就是不希望藥物 影響他有其他的不舒服 這樣 我們講了一些口服藥物的治療 但是從來 醫治一種慢性疾病 尤其是他未必能夠完全復原的慢性疾病 都不會只是靠口服藥的 其他我們整體上 整個生活上的方案 或者治療方向是怎樣的呢 大概講一個整體的圖畫 讓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明白的 其實柏金遜症或者柏金遜病 你問我 我是覺得藥物是很需要的 如果柏金遜症狀是影響日常生活的話 而我也跟病人說 其實柏金遜病是很容易跌倒的 所以我就會鼓勵他 除了吃藥之外 他另一部分要做的 就是做一些伸展運動 以及要改善自己的平衡能力 我覺得中國人是有好處的 因為中國人很容易 就可以找地方學到太極了 我常常都相信病人去學太極 是會幫助他增強他的平衡能力 希望那個病不要那麼容易令到他跌倒 第二就是做一些伸展運動 因為其實很多病人都是僵硬 緩慢 經常都覺得肌肉硬 經常都覺得提步提不到 其實我們做很多伸展運動 比如做一些拉筋的運動 其實都在幫助這些僵硬和緩慢 而我們最近也跟一班柏金遜病人 一起去練跑步 我們會鼓勵一些跑得厲害 要先跑得動 和平衡能力OK的病人 我們一起去練慢跑 和一起參加馬拉松比賽 因為我們是想保持心去練做運動 只要你有這個心去練做運動 無論你是去跑步 去游泳 甚至乎你只是坐在那裏做一些伸展運動 或者去做一些太極的鍛鍊 都是在幫助病 我們叫做非藥物治療 很多時候大家對於柏金遜信證的了解 就是關於動 即是動動 即是我們手震 或者是平衡 或者它的暴力困難 或者是僵硬 但是不少病人在某個階段 亦都會留意到可能有其他的症狀 例如可能有睡得不好 或者覺得它的情緒出現問題 究竟這些是一些病存病症 或者是它整個過程之中 還是什麽原因 引起大家要留意些什麽呢 這個也是另外一個 我很多病人 經常都跟我說他睡得差 好像你這樣說 睡眠的問題 其實剛才我們講的那些僵硬 男士的病神 我們要在柏黎穩固定性 或者一種活動障礙議 其實柏金遜病 都會有一些非活動障礙議 我們叫做方看的 小胞胎或柏黎穩固定性 我們可以發達 呼籲來說 我們有些放棄有些保障 不斷地病情 我們甚至於提出 這些病情 我們要看的 但是佩根遜病 有很多人有發開口夢 周身動 跌落床 或者是你好像飯夢在那裡打架 而病人是完全不知道的 這些通常又是另一半在跟他一起睡的人會投訴 其實還有就是大便困難 還有是情緒問題 緊張 或者是情緒低落 這些全部都是我們叫做non-motor的symptoms 而我們也做了很多很多的研究 發現其實有睡覺的問題 譬如晚上發開口夢 周身動 跌落床 這些我們叫做Ram Sleep Behavioral Disorder 這些問題其實是柏金信病的前奏 甚至乎我們也做了很多研究 發現當你有這些睡眠問題 在10年之內大部分的病人 都會有柏金信症狀的情況 所以這些non-motor symptoms 我們都要在診症的時候要問回 或者問他的另一半 而這些問題其實一樣影響他的生活質素 譬如睡不著覺 大便不到 其實是很影響他們的 很多病人在醫院那裡一坐下來就說 醫生我的大便真的餓不到 三四天都餓不到 其實這樣是嚴重影響柏金信的治療 因為他的大便不好 小腸動得不好 大腸動得不好 其實那些柏金信藥你吃得多漂亮 都吸收不到 所以我們除了治療活動障礙之外 我們是很重視睡覺的 尤其是我們的病人如果說 他好像睡得很好 但實際上他整晚在那裡發夢 整晚在那裡打架 我們會開這個 對病人來說好像是安眠藥 實際上我們的專科藥物 是幫助他減低夜晚睡覺 發開口夢 周身動的問題 令到他的腦真真正正有休息 是他日後那些柏金信藥 真的會發揮得好一點 還有我們是重視他大便不好的 其實這個便秘問題 我們經常都跟病人說 我們很希望每一個病人 都可以在大便那裡得到改善 譬如透過藥物 其實做很多的運動 也都幫到大腸的移動 這些如果可以每隔 如果天天都有大便是最理想的 如果隔天都有大便的話 其實都是一樣幫助柏金信藥的吸收 來幫助他日常生活 柏金信證的症狀可以得到改善 沒錯 醫生是一個病人 而不是一個病症 所以如果你發現自己 在某一種病症 譬如柏金信證 有些事情好像我沒有聽過 其實不怕跟醫生說 有經驗的醫生 就會知道怎樣去處理 或者解釋給你聽 情況是相不相關 或者有些病存病症 可能是因為萬聖疾病而出現 其實我們一樣可以處理得到 和做到診斷 剛才提到我們整體的治療方案 又有藥物 有沒有其他一些非藥物的 比如手術 又說刺激電擊性 這樣叫做新穎少少的治療 或者有沒有什麼新的研究 在這個治療的方向 可以告訴大家 首先我們在醫學界來說 首先就是我們不知道 為什麼會有拍感染病 這個是我們一直都很想去找出原因 因為我們知道了怎樣開始 我們希望可以 防止它 就是你戰勝它 就是你防止它發生 但是到現在我們都找不到原因 但是我們就做很多研究 希望是從當個病人 只是開始有睡眠問題 比如是有晚上會發開口夢 周身中跌下床 這個stage開始 我們就已經抓它 一直看著我們跟進它 希望看看有沒有一些什麼的方法 藥物 可以阻止它出現 就是含著排根信症 或者是防止病 防止它 去蠻延得那麼快 所以我們也很自力 做這個科學研究 在我們 我們的 柏金遜綜合症的研究中心 而另外就是你所說的做手術 我們威爾斯親王醫院 亦都有深入腫瘋 即是說在腦中放兩條電極 來代替腦因為它退化 它做不到多巴胺 我們希望透過兩條電極進入腦 來刺激腦 我們叫做深腦的刺激手術 希望可以改善病人的柏金遜症狀 就像我剛才這樣說 我試過有些病人一天要吃12次藥 才可以維持到日常生活 你想想 它差不多一小時至兩小時 就要吃那隻美多巴胺 其實它吃藥 它就開始起動 但是它已經開始周身動了 轉個頭 它沒有藥 它就已經靜下來 它每一天就不停地有12個高山在這裡 其實它是很辛苦的 我們就透過做手術來取替它 起碼吃少一半藥 它都少了一些有高有低的情況 而做手術的宗旨 就是希望代替藥物 來改善柏金遜的症狀 我們阻止不了腦退化 但是我們可以透過做深腦的症狀 來改善它的手震僵硬活慢 或者走路不穩陣的症狀 從而可以改善它的生活質素 很多病人一聽到 我有些新科技或者手術 它就趨之若武 我很想去做 現在這種深腦刺激的手術 在整個治療的定位是怎樣呢 這個定位是在我們的方向 都是較為一些我們叫做 Advanced的柏金遜病人 就是比較上病是比較中晚期的 因為其實我們講的柏金遜病 開頭治療 頭的5至7年其實是蜜月期來的 你吃很低份量的藥 都是會幫到一些症狀的 然後你會慢慢發現 病人覺得好像不夠藥 你加一點 好像不夠藥 你加一點 在這5至7年裡面 你慢慢加藥 它都會幫到它很多 但是過了蜜月期 你會發現 其實醫生吃了藥 好像一般而已 或者是吃了藥之後 很快的藥就散了 大概過了這5至7年左右 你會發現你不停地加藥 對它來說都不是很改善 我們就會在這個時候想 它值不值得做手術呢 通常就好像我剛才這樣說 它要吃到很多次藥 吃8至10次藥 都是才可以維持到幾個小時 是它有活動能力的 我們就值得考慮 去冒這個手術風險去做這個手術 又或者是有些病人 因為吃藥 它會有不由自主動作 不吃藥它又完全動不了 我們都不希望它不停地吃藥 有這麼多副作用 在這個時候 我們就會考慮做手術去介入這件事情 希望它不會因為吃藥 有這麼多副作用 我們的定位大部分都是在這裏的 通常在病人頭5年 我們很少考慮做手術的 還有沒有一些新方向發展 是比較尖端的研究 是我們展望在未來5年10年內 有些突破性的發展的方向 讓大家可以有些希望 希望是一定有的 譬如好像其他國家這樣 我們在做這個stem cell 做這些我們叫stem cell transplant 但香港暫時都沒有這個科技 而我們的研究中心 亦都希望發展一些新的 沒有那麼創傷性的治療 譬如是做這個 我們叫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即是說你好像放過 我們叫磁石在腦裏 這樣你就是希望透過電擊腦的表層 令到腦裏活躍一些 希望那些手震 僵硬緩慢可以改善 而這件事是不流血的 因為你只是在外面給它一些刺激 而我們在另外一個外國的地方 有一個研究 就是做ultrasound也能幫助 所以我們也引入一個新的治療方向 就是在腦裏的表皮外面做超聲波 希望那些超聲波走入腦裏 來一樣刺激腦裏 希望可以改善柏金順症狀 這個都是我們長遠 希望做得到幫到病人的一個方向 是啊 因為柏金順症的治療 其實在醫學上都是一個大的挑戰 有很多醫生科學家和團隊 就著不同的方向 每天嘗試找到新的治療 或者預防方案出來 我們都說了關於一個不是那麼簡單 或者不是那麼直接能夠去 射一粒藥 講完的柏金順症治療 柏金順症治療 主要現在來說都是靠口服藥物 但很主要是一種慢性疾病 和長期的疾病 家人的了解和和醫生保持溝通聯繫 有什麼事 譬如覺得藥有副作用 不夠 過多 或者你有任何問題 其實都可以和醫生聯絡 我們會盡辦法去幫你 商討一個比較完善的治療方案出來